接下來一種題型 基本上也不用算 可是變化可以很多種 可以三個一樣質量的物體 也可以是三個體積一樣的物體 可以丟在同一杯的議題裡面 可以丟在三杯不同的議題裡面 我單會的練習基本上都是丟在誰裡面 然後就請問你 誰受的福利大 誰受的福利小 請你判斷福利大小 這原則上不需要計算 怎麼解決這種問題 第一步 請你判斷它會成還是會輔 你怎麼知道會成會輔 物體密度比議題大會成 物體密度比議題小會輔 第二件事情把公司搬出來 我們通常是用這個公式 BVD排開議題的體積乘議題的密度 來判斷 來判斷 然後看看你的是體積不一樣的 還是密度不一樣的 還是什麼不一樣 用這個方法來判斷說 到底誰的福利比較大 或誰的福利小 知道會成會輔之後 就拿出BVD來判斷 可是有的時候 拿BVD判斷不出來 條件不是很夠 那麼就請你搬出浮體原理 浮體原理的意思就是 東西丟下去會自己浮起來的 浮力就會等於物重 那如果會沉下去的 就表示浮力小於物重 會浮起來的浮力會等於物重 會沉下去的浮力會小於物重 這就是我們用來判斷 條題目給我三個體積一樣的物體 三個質量一樣的物體 丟在同一杯水裡面 丟在同杯的液體裡面 請問你誰的福利大 誰的福利小 我怎麼解決 一請判斷它會成還是會輔 第二搬公室搬BVD 如果BVD不能判斷 找福利原理 福利 浮體的福利會等於物重 沉下去的福利會小於物重 舉例說明 同質量的木塊 鐵塊 鋁塊 都丟到水裡面去 誰受的福利最大 你可以先自己想想看你的答案是誰 你可以自己想想看你的答案是誰 同樣質量的木塊 鋁塊 鐵塊 通通丟到水裡面去 請問你誰的福利最大 如果要排出甲大魚大魚餅 就需要知道密度 可是這個不需要上面 就看到誰最大 來 怎麼解決 老師說第一步 它會成還是會輔 會成還是會輔 誰會成誰會輔 木塊會輔 鐵塊 鋁塊會輔 鐵塊會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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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步 頒誰 頒BVD 第二步頒B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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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開議題集 誰能判斷 議題密度沒問題 三杯都一樣 三杯都一樣 都是水 排開議題集有問題啊 題目有沒有 沒有 題目是寫同質量 題目是寫同質量 沒有寫同體積 同體積 同體積還會換一種 沒有同體積 沒有啊 沒有體積 也沒有密度啊 怎麼算不出來啊 這招有沒有用 沒用 老師說如果這招沒用怎麼辦 找伏地原理 這招沒有用對不對 無法判斷 這招用不出來找誰 找伏地原理 伏地原理 伏地原理 伏地會等於物重 伏起來的伏地會等於物重 沉下去的伏地會小於物重 那木塊會有伏對不對 所以木塊的伏地會等於物重 鐵塊的鋁塊會沉對不對 所以鐵塊鋁塊的伏地就小於物重 好 木塊的伏地等於物重 鐵塊的伏地等於物重 那請問你 那誰最大 木塊 因為它等於物重 因為它等於物重啊 其他都比它小 所以 木塊的伏地最大 所以答案是A 答案是A 比較 判斷的方式就是我教引的 第一 判斷會成會福 第二 搬出BVD 如果BVD不能用 就搬出伏地原理 伏地會等於物重 成體的伏地會小於物重 這就是我們判斷的方法 可以嗎 可以 可以 是 째